麦露第五届的东海国际艺术节 将于10月6号在东海艺术街盛大来举办 今天主办单位除了规划变装走秀 花样市集和街头艺人等系列活动之外 这次还特别邀请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学生 以花样任意门为主轴 创作六座装置艺术 设置在艺术街的商圈内 提供给游客来拍照互动 穿起色彩缤纷的服装 大售舞姿为活动热闹节目 麦露第五届的东海国际艺术节 即将于10月6号在东海艺术街盛大举办 除了规划音乐会 花样市集跟街头艺人表演之外 商区店家也特别加入变装走秀 和游客一起开心同乐 去年我们穿得像一朵花 今年我们要把花晋升到彩虹缤纷的 所以我们今年的充满了花艺跟童话世界 相信来花博的民众能够更感染这样子 这样的缤纷色彩是在商圈里面 是可以看见的 东海艺术街商圈 它在我们台湾24号商圈里面 非常具有特色的商圈 刚刚有提到 他们具有一些异国的风情 跟悠闲的态度 那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我们去东海艺术街商圈的 所有的民众们都能感受到 一个非常轻松自在悠闲的气氛 主办导会表示 除了一系列的表演之外 还特别加入许多DIY体验课程 像是金工手作花香疗愈等 开放给民众报名 另外今年也邀请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系学生 以花样丽艺门为主轴 创作六座装置艺术 设置在艺术街的商圈内 提供也游客拍照互动 那我们有六座的造景艺术 在街区里面做展示 欢迎各位民众来跟 这项的那个门 任意门的花样任意门做拍照 欢迎各位民众能够在你的IG上面 能够看到艺术街的打卡点 主观大会表示透过东海国际艺术节的举办 不仅展现出东海艺术街的独特性 也能够借由各种优惠行销 吸引观光人潮 进而带动当地商圈火落 接着陈伯和台中才有报道